我相信有很多居泰港人都可能要做的事 Hello 我是Alia 很感謝大家支持我們的頻道 特別是簽證這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過了幾年 而這幾年都將我們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 完全是親身體驗到 泰國要簽證是多麼大壓力的一回事 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我每個星期都收到很多不同的訊息 電郵問我們簽證的事 答到的我當然盡量解答 但有時候不懂得回答也沒辦法 因為泰國旅遊之國實在設定了很多不同的簽證 讓世界各地的人過來居住、旅遊、生活、工作、學習等等 總之一堆文件要預備 在過去我相信如果有看我們視頻的人 有一些是成功的 有一些未必是那麼順利的 加上疫情之下這兩年 其實泰國政府無論移民局的位置 以及你們申請過來O visa OA visa的要求都不同了 例如要買保險就是最大的不同 一定要有這個銀行戶口 要有80萬匹在你申請之前已經開定 很多諸如此類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言寫給我 如果進了會員區 我都希望盡量在會員區跟大家聊聊天 突然間今年發覺自己的特區護照 就到期了 但我們人在海外 怎麼辦呢? 而且泰國來搂右麻煩呢 其實今集我覺得很適合在海外的香港人 不論你是否在國際 och其他國家也好 都很合理的 當然去到領事館的部分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樣 但我猜覺得是大同小異 如果在泰國換一本特區護照 是不是那麼簡單呢? 原來又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 戴下頭盔先 我們都不是什麼移民顧問或者移民公司 如果人人拿著護照 入境的印 各樣東西不同 可能都會影響你日後在泰國的簽證 所以我就要務必在這個片頭跟大家說了 希望我們逐步逐步跟大家拆解整個步驟是怎樣做 首先跟換護照有幾個原因 無論你去移民局做任何事 或者在泰國要申請車牌的話 他都起碼要求你的護照有六個月的有效期 另外可能你都會出入境 去其他國家旅遊 又或者其他原因 所以你本特區護照 就不要等到到期才申請 起碼要預有半年時間 費用方面畫面列出來了 主要是有兩款 16歲以下的兒童 申請特區護照 無論你是新的申請或者續期都好 都是五年期 那就分開32頁185元港幣 或者48頁230元港幣 16歲以上的人士一申請就可以做十年了 可以選擇32頁370元 又或者48頁460元 根據政府的網頁 亦都可以收美金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香港政府的一站通網頁 又或者入境事務處的網頁 看看他們的價錢 而有用的連結 我都會在這條影片下面的文字下方 你們打開都會找到 順帶一提 因為我們是在海外申請 續期特區護照 所以 額外會有附加郵遞費 郵遞費 會以你申請國家為準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在泰國做申請 而選擇了 雙掛號空郵郵遞費的 就是47元港幣 如果是急件來的 就145元港幣 如果你在歐美 歐洲國家申請 就205元 至於其他地區 就劃一收費290元速遞費 而這個費用 當你申請特區護照的時候 就即時要付 這裡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申請了新的特區護照 是會有新的號碼的 舊護照 領事館會幫你剪掉一隻角 但不要丟 因為很多時候 在海外出境的時候 看回你的護照 可能有機會 都會問回你 拿舊護照來看 今集我們是以自己的經驗 即是16歲以上人士 在海外逐領特區護照 申請的情況和流程 但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交的資料 就不和我們一樣 所以你無必要看回 香港政府的網站要求 現在在海外更新護照 就有兩種方法 就有網上申請或者邀遞 咦? 那邀遞是否直接把表格寄回這裡就可以呢? 這樣就不行的 如果在海外有想而邀遞的方式 去申請更新護照 有三個途徑 第一就是 你必須要親身前往香港入境事務處的辦事處 又或者中國領事館 或者叫大使館 又或者駐內地的辦事處 然後就出示你所有的文件 舊護照 以及支票 由他們去代辦 例如我在泰國的話 我就要去找回中國的大使館去代辦 那如果真的選擇邀遞的朋友 網上是有表格給你們去下載 然後去填寫的 那你就可以在那裡直接下載 而有用的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那如果你們去到中國領事館 而沒有編到這份表格 都不要緊的 我相信中國領事館 都有現成的表格給你去填寫的 不過就記住要帶一張支票 那支票的規格 我今集都不多說了 好了 最簡單當然是網上申請 但網上申請有幾點都是要留意的 因為不是每一樣東西都可以在網上申請的 而今集我們是主要集中在逐嶺 去更新我們的特區護照 有什麼情況不可以去網上申請的呢 就是譬如你遺失 損壞了護照 或者護照上面有一些東西 令到它無法使用的 又或者護照上面有些資料 你是需要更換的 而另一點官網都特別指明 如果兒童是16歲以下 又或者17歲未婚人士 是需要有父母或者法定的監護人陪同 然後一起去領取護照的 而不是兒童自己去領取的 好了 至於申請的程序是怎樣呢 當然首先要上官網 然後找回要更新香港特區護照的申請 在網上的申請我會逐部分跟大家分享 以及直到移民局怎樣去做呢 怎樣用你的新護照取代舊的護照呢 事實上呢 都有一些重要的地方要注意的 在會員區裏面呢 我就會逐個step 逐步再同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由香港過來泰國之前呢 現在呢我看回 以我們的經驗呢 就最好換了一本十年的特區護照先了 你過來泰國就不用那麼煩了嘛 好了 今集呢相信大家對在海外要更新你的特區護照呢 都有一個參考啦 那究竟呢每一個步驟逐步逐步是怎樣做的呢 去到領事館呢 又是應該要怎樣 有些什麼要留意的呢 那在會員區呢 我就會慢慢再分享的 希望會員區見到你啦 拜拜 拜拜